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恐怕台湾将有大事发生 因为原山饭店就建在台湾的龙脉上 上一次龙脉出世时 甚至还夺走了江介石的性命 而这一切全都要从一则传说开始说起 相传清末年间 励志腐败 列强青门踏户 就连天上的神仙也看不下去 于是玄天上帝脚踩龟蛇 来到人间拯救世人 而玄天上帝就是孙中山 脚下的乌龟是蒋介石 蛇是毛泽东 他们一个属水 一个属火 孙中山在世时 还可以制衡两人 但孙中山一过世 龟蛇二神就开始水火不容 在八卦中 代表蒋介石的乌龟属水 立于在北方活动 代表毛泽东的蛇属火 立于在南方活动 因此当蒋介石北伐时 势如破竹 很快取得胜利 但后来两方征战 毛泽东来到了陕西安山区 由于山属火 刚好给予属火的蛇神 喘息空间 因此蒋介石也拿毛泽东 没有办法 几年之后 蒋介石来到了台湾 台湾四面环海 有力归神 因此两方僵持不下 虽然这则故事 杜撰成分居多 可无风不起浪 民间会有这样的故事 也是有原因的 根据蒋介石贴身侍卫 翁元的说法 蒋介石生前就非常相信风水 所住的官邸 不是朝南 就是朝东 像是士林官邸 备有七星山当靠山 沿着山峰一路下去 就是圆山饭店 这是一条龙脉 因此蒋介石 才会选择在此居住 西元1969年1月 为了解决圆山饭店通往士林的交通问题 于是人们在圆山饭店下方山坡处 挖着了圆山隧道 贯穿舍迈三寸 当时就有人怀疑 此举像是挖走了龙心 龙脉空就此动摇 离奇的是 就在隧道通车的几年后 蒋介石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 最终于1975年病逝 其实也不只是蒋介石身性风水 在古代几乎所有的君王 都会花费很大的精力 务必将自己的皇宫建造在龙脉之上 因为一旦选对了位置 那么国运昌盛 福泽延绵 可一旦地气受损 那么国魄家王随即而至 而说到了帝王皇宫 就不得不提到北京紫禁城 很多人都以为紫禁城是清朝宫殿 殊不知紫禁城是明城主朱棣所建 甚至早在明朝之前的元朝 金朝就已经将首都牵制于此 直到今天北京依然是中国首都 而这全是因为北京有龙脉的关系 那么究竟北京的龙脉在哪里 紫禁城的风水格局 又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最重要的是 如果风水真的这么准 为什么金元明清四个朝代 仍是灭亡了呢 今天就要来为大家揭开 天下第一城神秘的风水面纱 时间推回到西元1151年 此时的北京并不热闹 直到金朝第四任皇帝 完颜亮 士奇堂兄 金西宗 篡夺地位以后 因为担心继续居住在金朝旧都上京 可会遭到金西宗的余孽暴富 再加上上京的位置 偏远不离统治 于是决定迁都到燕京 也就是今天的北京 同时完颜亮还下令 在今天紫禁城的西南方位置上 建造一座全新的首都 静中都 根据资料显示 当初为了要建造静中都 一共动员了120万人 经过两年的辛苦迎建后 才终于在西元1153年完工 当时完颜亮为了要把金中都 搭造成世界第一繁华的都市 几乎把旧纸上京 能搬来的都搬来了 甚至还不惜毁了上京古城 逼得其他皇亲贵胄 一起依赖金中都 于是就在完颜亮的努力下 金中都果然成为了当时 全世界最繁华的都市 人口数甚至还一度突破了100万人 甚至还有史学家形容 一个金朝史半步在中都 因为就在迁都之后 北京建政了大金王朝最鼎盛的60年 根据风水学家的说法 当初金朝皇帝完颜亮 不只是看上了金中都的地理优势 他还看上了金中都的风水 刚刚提到金中都就建在现今自尽成西南方位置 整座宫殿成正方形 并引入西湖水系 从宫殿的西北方穿墙而过 大家可千万不能小看这条河 因为整个大金朝的国域可都细在他的身上 在这集影片中 我们向大家介绍了易经八卦的创始人福西 曾经借由观测天象 复查地理 观察动物 并从中发现 虽然万事万物乍看之下 纷纭复杂 但却包含了天 地 风 雷 水 火 三 则 二 八种自然现象 然后他发现以上这些现象 接离不开阴阳 因此他以一条长横杠表示阳阳 短横杠表示阴阳 并以阴阳两阳推演出了八卦 它们分别对应着组成世界的八种自然形象 因此懂得易经八卦的人 不但可以预知未来 甚至还可以从八卦的排列中 洞悉宇宙万物的语形道理 因此从八卦中 人们可以算出最佳的地理位置 在这个位置上做事 自然事半功倍 又如神助 而这也是为什么 当初经朝的皇帝 会选择在燕京这个位置上 建造宫殿的原因 因为他不但位居经朝统治的中心位置 更重要的是 这里还有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西湖水系 在后天八卦中 西北方为钱卦 钱对应到自然界就是天 象征水自天上来 这在风水学中属于上尘水法 若将宫殿建造在此 就代表来自天上的福禄 正在源源不绝灌入经朝首都 国运当然昌盛 然而水可载舟 亦可福舟 就在经朝昌盛的六十年后 宫外东北方的高粱河 水量却忽然激增 在八卦中 东北属于更卦 更对应到自然界 就是山 我们都知道水往第一处流 但现在象征山的方向 却逆向聚集了水 所谓山已高 见水则不利 与此同时 原本注入宫殿的西湖水系 水量忽然骤减 代表此时的经朝 不但失去了来自上天的福气 同时一股来自外朝的势力 正在崛起 巧的是 就在水发生变化之后 西元一二一五年 经朝首都 经中都 就被蒙古攻陷 难不成 风水真的可以左右国运吗 现在很多人都觉得 风水是一种迷信 但在古代 人们却认为 风水是一门科学 古人称之为 堪渝 堪代表的是天道 是天象运行的道理 鱼是地道 是地上运行的法则 堪渝家 在古代 就是观察天象 覆察地理的专家 并依照天地运行的自然准则 在对的地方 新建房子及坟墓 举个例子 有些地方 夏季一道 河水泛滥 那么居住在这里 就不安全 有些地方 都季一道 雨水变少 没了雨水灌溉 农作物欠收 就可能会发生饥荒 因此这些位置 都不适合人居住 若在这里建造房子 恐有灾难 也就是说 堪渝家 是通过观测天象 结合自然 提前预测 未来的事情 就像天气预报一样 是一门预测 未来的科学 而风水一词 则是到了 晋朝以后才出现的 在晋朝 郭仆著作藏书中 就有记载 气成风则散 借水则止 古人聚之始不散 行之始有止 故影之风水 意思是 在这天地之间 有一种能量 称之为气 由于我们无法看到气 也无法摸到气 但我们知道 它会被风吹散 遇到水就会停止 因此风水家 得出了一个结论 有水的地方就有气 从这句话里 我们甚至可以得知 风水究其根本 其实就是在寻找气的过程 所以才会有来龙去脉 这句成语 原来古人是山脉的起伏为龙 最高的主风称之为来龙 山谷中的溪流为脉 水量最多的主流为去脉 而风水家就是在寻找来龙去脉的人 因为这里充满了最多的气 一旦找到了气 风水家还会想办法聚集它 让它有流动 却不会散开 这就称之为生气 大家可以将生气 想成是活水 它会源源不绝 注入新的能量 反之死气就等于一潭死水 死水的能量自然不能与活水相提并论 其实撇开风水不说 水本来就是支持生命的重要要素之一 尤其是在水利不发达的古代 居住在河水旁边 不但利于农业发展 更可以支持人民生活 因此从科学角度来说 金朝将宫殿建于燕金的活水上 其实就是一种非常科学的选择 他们甚至还让西湖的水系 贯穿了金中都 为整座宫殿注入源源不绝的活水 也就是生气 然而金朝没有想到的是 这条生气也有变成死气的一天 西元1214年 蒙古大军攻入金中都 此举把刚刚继位的金宣宗吓个半死 于是金宣宗紧急宣布南迁南京开封府 但终究还是敌不过强大的蒙古军 于是西元1234年 金朝应不敌蒙古大军的攻打而被灭国 离奇的是就在金朝灭亡后 元世主胡比列竟然再次识别出 北京乃是风水暴地 于是中国又迎来了另一个盛世 西元1260年 胡比列登基为帝 一开始胡比列将他的首都元上都 并在现今内蒙古自治区的 西陵郭勒蒙镇兰旗上都镇 但后来胡比列认为 元上都的位置太过北方 不力控制中原 于是决定迁都燕京 因为他发现 虽然金朝旧都旁边的西湖水系水量变少了 但东北方向的高粱河水量却越来越多 使得积水潭的面积更加广阔 还记得我们刚刚提到 有水的地方就有汽 水越多汽越旺 其中又以西北方来的汽最为尊贵 因为西北方在八卦中属于潜挂 代表的是天 从天而降的气自然不同方向 于是胡比列在看到 积水潭的雄壮地脉后 立刻决定在这里建造元朝的首都 元大都 后来甚至还将积水潭改名为海子 因为它汪洋如海 岂石磅礴 而海子就是现在的石岔海 原来搞了半天 当初高粱河的水量金针 就是在暗示金朝元朝即将出现 重点是当初胡比列还任命了 元朝两位天文地理专家 国首晋刘秉中 负责建造设计元大都 而他们两人同时也是精通艺学的大师 其中刘秉中甚至决定 在最重要的气脉海子上 以人工的方式 设立了一个转折处 由于高粱河是由西北方流向东南方 因此转折处以西的注入方 就像是人体的动脉属于阳 转折处以东是流出方 就像是静脉属于阴 而转折处就是阴阳的汇集之处 这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风水 因为太极就是由阴阳组成 古话说的好 亦有太极 世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有了阴阳世界由此诞生 换句话来说 阴阳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量 因此整座元大都以此为中心殿建设都城 它就像是元大都的心脏 源源不绝为元大都注入了生气 果然元朝建国之后 势力持续扩大 全盛时期 西边的领土甚至一度扩展到了吐鲁番 南到西藏 云南北缅甸 东到日本海 北至多波南部 然而令人没有想到是 这么一个强势的帝国 也有没落的一天 西元1368年 朱元璋创立了明朝 并在同年派兵攻陷了元大都 结束了元朝统治 吵的是 就在元朝灭国的两个月前 大都城内的大胜兽万安寺 竟然被雷电击中 一个晚上过去 大胜兽万安寺成了一堆废墟 似乎就是在提醒元朝 万安时代已经结束 西元1368年 在经过元朝97年的统治后 这天下终于又回到了汉人手上 明朝创立者朱元璋 在南京称帝 将首都定在了南京 并任命精通勘于术的神人刘伯温 寻找建造首都的风水宝地 此时刘伯温给了一个建议 他认为紫金山是一条龙脉 唯一的缺点是 紫金山下有燕雀湖 扣除燕雀湖之后 剩余的面积不足以兴建都城 可是朱元璋非常喜欢这里 于是后来朱元璋心意恒 执意叫人挖山填平了燕雀湖 并在填好的湖上建造了明故宫 话说这明故宫建造得非常好 外在宏伟壮丽 雕梁花洞 内在也符合风水 融入阴阳五行 可就在明故宫建造完毕不久 朱元璋发现明故宫因为建造在湖上的原因 正在不断的下陷 因此当明城主朱棣继位以后 几乎是立刻决定要遷都 其实朱棣要遷都 也不只是因为旧都地层下陷 西元1399年 当时还只是燕王的朱棣 发起了禁难之意 正式起兵叛变 并在西元1402年攻入南京 当时明朝的皇帝是建文帝朱允文 他看到自己的叔叔带兵杀入 眼见大势已去 一时焚恨 便放了一把火 将明故宫烧为了灰烬 而他也在这场火事中消失 由于朱棣不能确定侄子到底死了没 再忌惮 侄子可能会出现夺回皇位的情况下 最终决定前都 而朱棣选择的新首都就是北京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经过这么多的朝代 朱棣仍是选择北京建都呢 在风水界有一种说法 中华大地有三条主要的龙脉 它们分别是北龙、中龙、南龙 这三条龙脉全都源自于昆仑山 因此昆仑山又被称之为是 万山之祖龙脉之源 最重要的是昆仑山位在中原的西北方 西北方又对应到钱 钱代表天 因此古人相信昆仑山是天地之间的桥梁 这来自天庭的龙脉自然更不一般 而北京就位在最长的龙脉 在北龙上 于是在经过一番衡量后 西元1406年 名城主朱棣决定在元朝旧都元大都之上 建造一座全新的首都 紫禁城 紫禁城就是今天的北京故宫 占地面积72万平方公尺 约等于36个小巨蛋 上面竟有大大小小70多座宫殿 总计房间数超过了9000多间 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宫殿 紫禁城四面设有10公尺高的城墙 外有59公尺宽 6公尺深的护城河童子河环绕城池 有四座城门 分别是北面的玄武门 南面的武门 以及东西两侧的东华门与西华门 由于紫禁城是皇帝办公 及居住的地方 因此城内还划分成半宫的外巢 以及居住的内庭两个部分 外巢属于羊 内庭属于鹰 两相结合又是一个太极 代表国运昌盛 子孙秘延 而紫禁城的名称 也是有讲究的 原来古人相信天帝居住在天上的紫微宫 宫外有15颗星环绕 而人间的皇帝是天子 自然要防照天地在天上的居所 所以中国首都多建在有山环绕的地方 象征有靠山 再加上皇宫不对外开放 对老百姓来说 它就像是晋城 所以紫微宫加上晋城 就是紫禁城 可有了天然靠山 还不够 由于元朝曾经建立强大的盛世 而现在明朝的新都 就打算建造在元朝的旧都上 因此紫禁城的建成第一要务 就是要先铲除元朝的剩余容器 这才有了万岁山 万岁山就是今天的景山 当初明城主朱棣一声令下 数十万人就将建造紫禁城 挖出来的地基土 移到了北方 造了一座高达45公尺的人造山 以此来镇压元朝参与的起始 而建造万岁山的地点 也不是随便乱选的 此地原本是元朝皇帝的寝宫 颜春阁 不得不说这招真是高招 可这还是不够 除了镇山 明城主朱棣还要镇水 于是就选择在积水潭北岸边上 建了一座镇水观音 并人工引入了金水河 从象征上天的西北方进入紫禁城 代表了生气进入明朝 而城外的护城河 则是起到了聚气的功效 可以将来自天上的生气 牢牢聚集在紫禁城内 再次呼应了那句老话 气沉风则善 借水则止 那么讲了这么多 紫禁城有生气 也有龙脉 那龙穴在哪里呢 答案是就在焦太殿 焦太殿位在皇帝的秦宫 前清宫与皇后的秦宫 昆宁宫之间 前清宫的前是天 代表了阳 昆宁宫的昆是地 代表了阴 因此呢 在前清宫与昆宁宫之间的焦太殿 就有阴阳焦太 万事昌隆的意思 不止如此 除了呼应八卦星象外 紫禁城还融入了五行 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 相传在世界尚未形成之前 有一种混沌的状态 此时天地乾坤混在一起 日月星辰还没有生成 忽然一股灵气出现了 它在混沌的状态中 盘结运行 产生了金木水火土 它们就是五行 是构成宇宙万物最基本的元素 因此当初紫禁城的建设中 也融入了五行概念 其中北方是水 水属于黑色 因此北方玄武门旁边的建筑物屋底 就是黑色的 南方是火 火属于红色 因此在南方武门上 可以看到红色的大城墙 西方是金 因此金水河从西方流过 东方是木 木对应到四季就是春 是大地充满生机的时刻 因此太子居住在东边的文华殿内 为皇家开枝散叶 中间则是土 土为五行之本 又居中央而统四方之翼 因此在紫禁城正中心的位置上 就有一个土字形的台阶 上面竟有三大殿 太和殿 中和殿 宝和殿 其中太和殿堪称是中华第一殿 是紫禁城里最大最高的建筑 明清历任的皇帝登基大殿 都是在这里举行 中间略小的中和殿 是皇帝大殿前后休息的地方 后面的宝和殿 是皇帝参加大殿时更衣的地方 有的时候也会在这里举办宴会 总而言之三大殿在紫禁城中 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是皇家的门面 然而奇怪的是 就在紫禁城刚刚落成后不久 三大殿竟然被雷电击中 引发了大火 尽管当时投入很多人去救火 可一个晚上过去 三大殿仍是被毁 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朱棣 简直不敢相信 这座投入16年 人力物力建造的紫禁城三大殿 竟然只存在了三个月 就遇上火节 最重要的是 三大殿的火灾不止发生一次 在往后600多年的时间里 三大殿还陆陆续续发生了五次大火 每次大火都要花费大量的人力金钱重建 最后甚至还将中国境内的金丝楠木 全都用光了 导致乾隆要修建他的灵寝石 已经没有金丝楠木可以使用 看来再强大的风水宝地 还是敌不过大自然的无常 不过的不可否认的是 紫禁城还是见证了明清盛世 尤其是清朝的康庸前盛世 前后更是长达了125年 因此也有人认为 风水也不全是无稽之谈 美国都市计划师凯文林区 甚至在都市异象艺术中 称风水是一门前途无量的学问 可问题是 如果风水真的那么准 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的朝代灭亡了呢 因为风水不是一层不变的 还记得我们刚刚提到 风水在古代称作堪渝 堪渝是观察天象 覆察地理的一门科学 而天象地理无时无刻都在改变 换而言之 风水也在不断的变化 这就是风水轮流转 所以一个再好的风水宝地 也会根据时势变化 此时再为这若是没有足够的智慧 做出妥善的应变 那么国家还是会有衰亡的一天 就像太极图一样 有阴就有阳 圣极必衰 搞了半天 我们还是回到了太极图上 有的时候真的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 竟然可以用一张这么简单的图 叙述一个这么宏观的概念 那么大家又是怎么想的呢 你相信风水之说还是人定胜天呢 你有遇过什么神奇的风水故事吗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哦 如果喜欢你的影片 请帮我按赞订阅以及分享 还有可以到这几个平台来关注我 我们下集影片见 大家拜拜 by bwd6 谢谢大家